今天到医院来了 因为我妈现在在住院 她就住在这个床坟 我要带她去做个长径 我妈是前天办着住院 然后昨天我没有过来 因为在家里忙 要打包要直播 然后也没什么事 昨天晚上她还要回去了 今天就是我妈要去做长径 到时候要有人扶着她 然后等会我就带她去 这哈欠 东西拿着没落了 她吃了那个歇药 从昨天晚上开始 一直到现在是不能吃东西的 因为做长径 就是做长径之前 是有这样子的规定 就是说要把肚子拉空 然后才能做检查 在这里等电梯下去 下来有点早 现在好像还没上班呢 到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妈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也一直没有看到医生 因为 我妈刚才在病房的时候跟我说 她说让我跟医生谈完话了 然后再回去 现在确实也挺忙的 只能委屈我妈 先自己待在医院 如果说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的话 我就可以暂时不用过来 因为家里还要打包 还要那么多货要出去 我爸也要做事 等我妈做完长径了 等那个结果出来了 然后再去楼上 刚才我也问了护士 那个医生什么时候上班 她说等会就上班了 刚刚签完事了 然后现在到这里走 这个上面就是我妈的病例情况 现在就是她那个肠子里面有细肉 如果有细肉的话也要通过肠镜手术 把它切掉 我妈现在已经进去了 就在她们里面等着 我就到外面等 有被打针 应该也要打麻药 我从来没有做过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陪我妈做过几次 我妈已经刚刚做完长径出来了 现在这个结果也出来了 我也看不太懂 刚才问了一下腹事 我说她那个肠子里面有细肉 有没有切掉 腹事说没有细肉 她说谁说的有细肉 等会我再到楼上去问一下医生 我妈现在又到厕所去了 她说憋不住了 像这个关于虫子的问题 可能就是上厕所什么会有影响 我要上厕所的 没事吧妈 她没事吧 你现在去找医生 她要去上厕所 刚刚才去上厕所 又要去上厕所 她做这个就是这样子的 来个别人是吧 来别人 我找医生吧 他慢点了 他慢点 因为他做那个肠镜 做那个肠镜 他是要打麻药的全麻 所以说人不怎么清醒 你现在还没还没洗麻药 现在去找那个医生 看样子结果 医生怎么说 意思说这个结果还是还好 没什么问题 就是他具体的情况 要问他的主治医生 主管医生 刚才那个医生 他不是他的主管医生 哦 我妈意思就是因为几天没吃东西了 从前天开始就没吃东西 然后想让他给他打点那个营养品 就打点补品的里面 不给呀 他说暂时不需要打针 过两个小时就可以吃东西了 听医生了嘛 医生他说不需要就不需要呗 我就跟我妈说了 我叫保护你接下来 你二十区这医生了 他这是一个假服医生 为什么牙肝六点钟 他在上班 现在不能帮他打针 不需要两个小时就可以够加东西 我讲的说 就给你电子粥了 把他自己承的给来 打针了 打针了 要等你拿一包带 要等你一个主管医生来的 你拿着粥了 你拿着粥了 你把用电子粥 把他自己承的给来 把自己承的给来 把东西弄的给你 过你 带到我肥子打工去 打单去打报告 我没办法 还好 结果嘛 刚刚我问那个医生 拉着说结果还好 结果还好 还好 买 对 Greetings 没什么 没什么 你只等主管医生来 crute 我都不想你多了 你点那个粥你要你现在点的怎么行呢 他过两个小时才能吃 我点了两个小时也要过两个小时才能吃 哦 你这个啊 你离不开到 很好 把被子给妈盖上休息 你有的米的在什么里 我刚才的我把单子打了 把货带给压根的来啊 啊 因为那个组织医生他要6点钟上班晚上 嗯 那我现在我也不能待在这里 因为我要去昨天发货还没打单子 我要去打包打蛋 我这个 妈你这里休息一下啊 不要紧了 现在我又到医院来了 刚刚才忙完 本来今天晚上还想处理掉一点腊肉的还没弄完 但是我妈在医院这边 我要来会等医生 所以说就没来得及 不知道去哪里了 衣服 人呢 洗澡吗 你去洗澡 是 去洗澡 你还要用 你不够的 我还要用 做了 你干得医生你吗 医生没有的 我讲了一段 没得没的 没 再去找一下医生看看 看医生在不在 下午找到那个医生 还有不是的 不是的医生来了没有 现在我们刚刚从医院回来 那妈的这次病情呢 嗯 院阳这里的医生呢 说 要去找那种种的专家 还要做个会诊 现在 问医生呢 他说 再商量一下 看是 在这里找专家会诊 还是 要去长沙 估计还是要去长沙才行